我是汪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進行 阿百百傳說 上一集我們的法術模組終於來到了 進階篇了 現在汪汪就學會了麻痺術 可以射出剛剛那種射線 我就可以把敵人定住5秒鐘 然後可以慢慢的砍他之類的 非常的愉悅以及我們的石化樹 這邊的生物就通通都是被我石化而來的 就看到了很多殭屍啊什麼的 那這個石化樹也不會把生物永久石化 如果到晚上的話 他們會有一定的機會破殼而出 就是自主性的解除石化樹 以及我們這個模組包裡面 有這種會拿十字鎬殭屍 他會破壞方塊嘛 如果這種殭屍他經過這些石雕的話 他會把這些石雕挖掉 他們就會解除石化了 他就會再度來攻擊我們 非常的討厭 那這些石化樹的石雕阿 我想再來對他們進行一下研究 就上一集原本是想說 可不可以用石頭之樹的鎬子 把它們做成石雕掉回家 但是是不行的 但汪汪就想說 他現在算是方塊 我們可不可以嘗試用我們的活塞魔杖 來給他拉一下 像這樣推一下 推一下是不行的 把這邊稍微挖掉一下 出現了一個隱形的方塊 來我稍微把它推一下 推一下他就不見了 那如果我再把它挖掉的話呢 他還是不見的 那那那那看一下齁 用拉的話呢 他也會不見耶 那那那那那 這個也不能用活塞魔杖這樣玩 OK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的話 法術書都看完了嘛 所以我們就來去找我們的法術老師吧 先回我們家裡 去準備一下要跟法術老師交易的東西 我們的法術研究間 跟我們的法術老師進行交易 我們會需要用到 大量的魔法水晶齁 那感謝安德他們之前的斗內 給我了好多魔法水晶塊 我可以直接把它變成魔法水晶 這樣子我們就有一些本錢 可以來去跟老師買新的魔法書了 還有就是 還可以用新傳跟老師換一些 大師級的道具齁 可能大師級的魔法書 或是大師級的法上升級書 這樣我們到時候也可以 直接學大師級的法術了 接下來就是傳送到法術老師家去 我們之前有找到了嘛 在可樂鳳直播的時候他找到了 而且 這個距離還蠻遠啦 一千多個遠 之前晴天有跟我說 我們雖然沒有什麼 OP權限 但我們還是有一些 玩家的指令可以使用 就比如說 我可以打上 S、E、T、HOME之類的看一下 SET HOME 那這邊就會變成我家 那我再打一下 呃 HOME的話 我應該就是可以傳送到這邊來了 喔可以耶 這樣回家的時候就不用消耗經驗值了 挺不錯的 那我們就 出發到我們的好老師家吧 先到比較近的這個家看看 喔喔現在晚上了 真真真真真可怕 不過沒有關係 我已經事先把法術老師家 插滿了禁止火把了 所以我們的法術老師他的那個性命安危 十分的安全 這是一個雷電的法術老師是不是 來看一下他有賣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用隨意的法術書跟他換魔法水晶齁 來 隨意的法術書換魔法水晶 稍微來看一下 呃 我們可以用 嗯 四個魔法水晶跟一本書來換 法術書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可不可以 這樣子跟他換很多很多魔法水晶好了 嗯 我們可以用 EMC換出書書 然後我們有一些魔法水晶 我們就可以來跟他 製作一大堆的魔法書 喔我錯了16本 OK 那我們就來 嘗試 黑式交易 賣一下我們 法術老師這些魔法書 喔我可以跟他交易耶 但是有交易上限 所以要慢慢的賣 他會不會跟村民一樣 那個到了 就可以再買一次 喔好像可以耶 那我們就 一直來賣我們 法術老師魔法書 欸這樣子我是 直接 從法術老師 上面用一本書 換到一個魔法水晶耶 欸這樣我覺得 好賺喔 天啊這樣就等於 我可以用EMC來換那個 魔法水晶了 只是這個換法 就 稍微有那麼一點點的慢 要一直等 法術老師的那個 交易選項 OK了 我才可以繼續跟他換魔法水晶 把剛剛那些最基礎的魔法書賣掉之後 汪汪就從法術老師身上獲得了 微薄的魔法水晶暴力 算是有點像騙老師錢的感覺 那接下來這是什麼 喔雷神之鎚喔 需要用黃金來購買 還可以跟他買什麼 基本上都是要用金帝 這個治療術我們有了 還有電擊彈我們也有了 喔可以跟他買雷電法杖 喔這個帥這個帥 等一下來拿一點綠寶石 具現化方塊我們有了 喔喔 直接買大絲法杖 喔好爽喔 這個好爽喔 這個超級划算的交易耶 就花一顆心鎚就好 我們現在有三顆心鎚 所以我們可以等一下買個雷神之鎚 跟大絲法杖 連鎖雷級術 這也是進階法術耶 喔喔 可以買好多 電器系的喔 這個我可以買一下啦 我可以多買幾本 到時候其他的那個可能會選 喔這個 鑑定卷軸 我們可以多買一點 吸取升級 喔有好多書書喔 我們要拿出綠寶石跟黃金 我就多拿一點 王就稍微提領了一點 黃金跟綠寶石 還有王剛剛搞錯了一點 我剛剛不小心在法術老師的腳底下 丟了一些法術書沒有撿起來啊 所以我其實是從法術老師身上 謀取了一組魔法水晶的暴力 哇 真的是完全詐騙集團耶我 那就來買個雷神之鎚好了 喔 知識就是力量 等等等等等等 你又把我東西噴出去了 知識就是力量 從法術那邊 就買大師級的法術書 欸 水喔 這個 老師你不要動來動去好了 我幫你打一下外面的怪物啦 真是 唉唷 發現神體的小怪怪 這是叫Miner 這是哪一個模組的啊 RPG模組的小怪怪耶 我們要守護法術老師 讓他可以好好的賣我們東西 欸欸欸 TNT走開 TNT走開 靜止 靜止放TNT 在法術老師家旁邊喔 唉唷 真的很糟糕欸你們 走開 還有你你也走開 我現在一下就可以避掉你們了 真是的 換你把劍劍感覺真不錯齁 我最後在法術老師家這邊做了一個非常強大的加固 這邊多了 一二三三層的靜止火把防護罩 而且會有一些蝙蝠啊 跑到邊邊角角這邊來襲擊老師 我就在這邊做了那個牆壁的邊框加固 給他加上了綠寶石 雖然這樣子我們的蝙蝠就不會被人尻到我們老師了 我們的老師就可以 好好的悠悠閒閒的在這邊生活著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住在這麼危險的地方啦 但他既然要住在這麼危險的地方的話 我就當作繳學費來給你 多弄一點房屋加固的設施 嗯 剛剛學到哪裡去了呢 欸 學徒的這個電擊法杖嘛 欸 我們可以開始來學一些電擊法杖了 OK 那接下來就 我們當然也是要給他弄魔力啦 那我覺得拿一個就好了 接下來是巨線方塊有了 大師法杖 這個我們要拿嗎 先拿一下好了 我們總有一天必須要用一個大師法杖的 先拿一下不會怎麼樣的 好 那這個新裝我們就保留著 接下來看到大師書我們就先不買了 連鎖電擊樹買一下買一下 通通買 買起來 還有這個電氣護體樹也學一下 感覺都很帥氣 嗯 學徒法術書多少也買一下 我們到時候獲得其他不同屬性的法杖的時候 可以順便來 呃 升階一下這樣 獲得魔法大師的成就啦 來給各位看一下第一輪的交易總結果 汪汪買了一大堆的學徒法術寶典 還有一些電氣系的法術書 電氣法杖跟一個大師法杖 接下來我們可以直接使用大師系的法術了 還買了50個鑑定卷軸跟50個這個 法術的那個升級卷軸 那這個是法術吸取齁 可以在殺死怪物的時候直接獲得法力 所以有可能我們如果 呃 法力夠強大的話 殺死怪物我們就可以無限持法了 但是在這個世界要用法杖殺死怪物 還真的是蠻困難的啦 至於這個法術老師呢 欸 他已經被我們炸肝啦 因為他最後一個交易 就只會到這個法杖吸取數了 他們會有那個 呃 最大的販賣數量 接下來我們就要考慮殺死他 呃 去找下一個法術老師了 但是我看在他 呃 稍微還會賣一些有用的東西份上 我就不殺死他了 來去看一下我們第二個法術老師的家吧 汪野在這個法術老師家進行了三重 禁止火把的加固 那這一次我把邊框改成了鑽石磚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不瞭解 鑽石磚跟綠寶石磚 他們的EMC價值分別是多少 所以我兩個都做 這樣子你們就不會覺得我很窮了 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就是來看看這個法術老師 你怎麼到處來召喚火鳳凰啊 真是的 看看你有賣什麼好東西 蛤 學徒書我有了 煙霧彈我有了 冰凍樹我有了 喔 這個冷凍樹的還不錯 我們可以來買一下這個冷凍樹的法杖 欸 這樣我們冷凍樹的跟雷電樹的法杖都有了耶 喔 這是基礎的 沒關係 我們可以再把它升成學徒的 我們有那個本錢 啊 珠王樹 欸 我們可以召喚珠王是不是 是等級很高的進階的法術欸 好好好 我們來學一下 大師書喔 嗯 我現在新賺不夠了 我先不要去買它好了 生物轉換樹 這個我們有學過嗎 好像有學過又好像沒學過 反正我們學過了 沒關係 就花一點黃金而已啊 當作多家的學費送給你啦 冰尖刺樹 好難念喔 這個法術老師有多給我們學會兩個法術 跟一個冰凍法杖 這樣子我們有雷的法杖跟冰的法杖了耶 欸 下一集我們要嘗試來看看 獲得所有七種屬性的法杖 我們現在有雷的有冰的 然後我們家裡又有火的 我們又有符文石 我們可以嘗試再把符文石 轉變成那些水晶這樣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法杖都做出來了耶 那我們先把這兩個法杖拿到手上 這兩個法杖看起來很帥氣 這一集我們就是來到了兩個法術老師家裡面 跟他們買到了冰法杖跟雷法杖 下一集我們就可以嘗試來把七種元素法杖 都拿到手了唷 那 欸 這個應該是 RPG模組 就是我們區域等級的RPG模組的這個魔王堡壘 有機會我們也可以來這邊逛一下 那今天就這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